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好 两位宜座以及观众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宜座好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最近的疫情就是沸沸扬扬 但是因为快筛季不足引发了一些乱象 一块关心 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升温 虽然实名制购买快筛世纪政策已经上路 但是许多民众还是买不到 市议员郑文庭更指出 他们听到有民众购买后 囤积再以高价卖出赚取灾难财 每个药局都在排队 而且时间还没开卖的时间 距离开卖前大概一两个钟头就有人在那边排队 排队买来之后一记一百块 我们听到的有人加价卖出去 这样的行为我希望警政单位能够协助去了解 是不是有民众刻意的囤积 借此来发这个灾难财 对此市长林又昌表示 会要求警政和卫政相关单位进行查查 一般人要囤积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如果是实名制的话 他一插卡进去就是每个人只能买一盒 那你家要去搜很多的健保卡 来那个插卡大概比较困难 那他量可能也比较少 不过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有一些厂商 有一些厂商他可能手上有货 那这部分我们不是很了解 那是不是有人囤积 我想这部分我们会请警政跟卫政单位 也把这个问题做反应 另外快筛记的问题 其实民众心仪都有很多的murmur 但是就是要请大家要共体时间 但不过又谈到这个与病毒共存 与病毒共存的这个配套措施到底在哪里 民众的心声又是什么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文庭一座 小军好 我想现在这个快筛事迹 这个到处都缺货 那民众也是天天的在排队要购买 那这种状况其实在早一点的 早几天的时候 就是我在咨询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听到 就是说有 有人他去排队买了这个试剂以后 那转手加价就卖出去 那当然也有很多市民朋友 他们会在我的脸书反映说 这只赚个五十块 这个走路工 这样子有什么不可以 我这边要特别强调 因为这个是一个医疗的物资 那必须要有医疗专业的 这一个人员来贩售 那一般私人是不能买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常讲不以恶小而为之 不以善小而不为 就是你认为你只是一个走路工 所以你赚了这个五十块 可是事实上如果有一些需要的民众 他们怎么排队就是买不到 那他有急用的时候 那他就是无论无核 他无法取得 因为现在这个快塞世纪就是有缺 每天好几万人的这个确诊的 这样的一个数字出来 这个快塞世纪是确实是不够 那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物资 必须我们还是要有一些 比较有功德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去看待那些他已经有症状的人 他急着必须要赶快去筛筛看 他有没有这个阳性 那要赶快去就医 如果说你没有接触史 或者是说你没有症状的话 那当然你是没有快筛的这一个必要 那当然在这两天 尤其这个昨天其实我们已经 每天确诊的人数破了五万 那这样的一个数字 其实大家都会很惶恐说 病毒到底在哪里又看不到 所以会希望说 那我是不是每天自己筛一下 尤其家里有老人或小孩在的话 像小朋友现在根本还没打疫苗 那老人家的话 抵抗力又比较弱 他们这个中壮年 每天要出去工作 会接触到不一样的人 他希望透过快筛的方式 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这个都是有必要的 那我想这个 卫福部也已经开放 就是说可以家用的事迹 你可以自己申报之后 那从国外来进口 每个人100剂这样的一个数量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补 我们现在的这个快筛剂的一个不足 那我想这也是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如果你有认识的朋友住在国外 可以从国外帮你代购 然后寄回来给你 这个部分特别强调 其实卫福部开放这样的一个措施 是不允许有盈利的一个行为 也就是说你不能有这个买卖的一个行为存在 那这样子初步我想可以减轻这个快筛剂不足的 这样的一个压力 那长久来讲其实我们可以回头去看看 大概两年前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对口罩这个需求恐急 那当时也是有一些乱象发生 那我想我们的国人朋友 其实都是非常有智慧 也都非常有爱心的 像我前几天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讲说 我不急你先用 我们聊到快筛试剂的时候 他把当初那个口罩缺货的 大家在用的那一个口号 再拿出来用 就是说有需要的人你先用 那我们自己平常就是要勤洗手 戴口罩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 也已经经过两年多 大家还是保持这个习惯 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一个状况 能够赶快的让这个疫情稍微沉急下来 让大家慢慢的可以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况 我们看国外 过去我们在看他们每天几万人几万人的 这个确诊的一个数字 其实他们也就是平常心的在面对这一件事 那我想我们国人朋友 大家也都可以理解到 现在大家要走向这一个共存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良好的这个卫生习惯是必须要的 那保护自己 那同时也能够 这一个在当自己身体有状况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有功德心的话 这个快筛试剂 让有急需用的人可以先去买来 来检查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 我想这样子对大家来讲都会是一个经验 大家共体时间能够把这一个难关一起度过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要共体时间大家一起度过 所以每一个抑制他们其实在这段时间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他们每天起来就是在接电话 我们要请教浩瀚了 是不是有什么民众跟你打了什么样的电话建议了什么 然后你有怎么样来协助他们 是 其实近期来讲对于全国疫情的不断的发酵 那基隆其实首当其冲 那我们其实现在已经超过破一万五千名的市民 其实有这样的确诊的一个情形 那近期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所谓的快筛试剂的 所谓的一个配送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虽然说我们在四月的时候 因为中央有配送二十万剂的所谓的爱心快筛的一个筛检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量能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十分的一个不足 那当然我们近期内我们在各个医疗院所 就是在我们的地方的药房我们开始贩售我们的市民制的一个快筛 但是对地方的非常多民众来讲的话 其实排队的时间非常的一个长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一个药局大概九点开始贩售的时候 大概七点 非常多的民众就开始来做排队的这件事情 那但是在分配上面 其实我们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疑虑 其实我们可以仔细来看 其实我们在先前公告的基隆市的这些药局 在做贩售的时候 我以七堵区跟信义区为例 这两个行政区的各只有四家的药局 在做所谓的快筛试剂的一个贩售 但是你还可以想一想 像中阵区它带有二十几间的药局 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这两个行政区只有四间 我们可以想而知的是 在这四间的这个药局当中 有这么多的人口 都要在这个四间的药局来抢这78剂 其实是8核的快筛试剂 其实这是明显在分配上面 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一直呼吁着 我们的民众尽量不要移动 但是以这样的一个配额的状况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 不管是七堵区或者是信义区的民众 它纷纷往市区 或者是它已有快筛试剂的地方 开始去涌入跟排队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加速了所谓的 可能它有一个确诊的现象 可是它没有被筛检出来 所以它要去做购买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在这一些的交通工具上面再移动 尤其对于年长者来讲 它没有办法自行驾车 它也没有人接送 它只能搭乘所谓的可能公车的这些情形 那无意间也造成了病毒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流动的一个可能 所以其实包含在近期的议会 我们也大声地跟我们的市府来反映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要依照人口比例跟药局的一个比例 我们来做适当的快菜试剂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分配 避免说我们哪些的区域 其实明明就需要大量的一个试剂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只有配给它这个数量 其实我也可以向市民朋友来报告 因为像近期我跟中正区的几间药局也有在联系 大概我们的这一些的配送的量 其实现在已经是足够 甚至每间药局到最后每天贩售完 还有一些的快菜试剂的一个剩余 所以大家可以看见说这个区域已经鉴于饱和 那其他行政区呢 那当然近期来讲的话 我们还有所谓的八大铜炉包含的 像Savit Learn 全家这些也开始 来配合所谓的快菜试剂的一个贩售 但是因为它的价格相对之下 跟一般的快菜试剂来讲一直100 到现在是180 对一些民众在心理上跟所谓的消费上的一个概念 它就会不同 它宁愿还是以往 可能在药局的这一部分来做一个买卖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很多的企业 跟公司行号 他们其实也都要求他们的员工 一定要所谓的快菜阴性 他才可以进到公司里面来做一个工作 所以这样的一个需求量 还是大于所谓的一个供给量 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落差 其实我们应该要试的去把它做一个平衡 那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 金融是一个是染疫非常严重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也是呼吁说中央应该按照每个城市的一个配比 来做所谓的快菜试剂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分配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最近另外一个民众最常反映就是所谓的居隔单 以及确诊的这些相关的一个单 为什么都没有收到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在我们一直在弄 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过程当中 从疫情三月底开始发酵一直到现在 我们大部分还是都是以人力 然后甚至以电话通讯的一个方式 来做所谓的资料的一个建档 那其实在资料建档过程当中 它就是会有一个上传跟下载的相关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落差 甚至是在我们的登录的资料里面可能都会有错误的一个情形 那所以其实在近期我也跟我们中正区的一个卫生所不断的在讨论 我们该如何去精进所谓的包含确诊者的这个隔离通知单 隔离的资讯该如何的更快速的一个获取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在现在的一个智慧化的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很多的事情应该用更智慧的模式去处理 所以像我以中正区卫生所为例 其实他们现在就已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确诊者 立即通报的一个表单的系统 它就藉由所谓的一个你把资料填输完毕了之后 它可以藉由我们的一个试算的一个表单 立即的把你的资料框下来了之后 它就可以马上上传到中央的一个罚传的系统 其实也加速了我们每个确诊者 他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一个状况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也跟卫生局建议说 这样的一个市型的模式 应该要普遍到基隆的七个行政区 让我们的更多的民众 他一旦接受到他的一个确诊的一个资讯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更快的一个回复的一个机制 那其实这大概就是我们最近期内 我们接到非常多市民在反映的一个 在对疫情的面临到的一个状况 是真的就是大家最常接到就是居隔单没收到 我确诊了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物资进来 我们要请教韩世瑜一座 你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民众反应新生 小军非常的多 因为从快筛记来说的话 那现在目前的话其实我们 如同我们刚刚浩瀚一座所说的 那我们新医区这边的话药局每天都塞满了人 那所以变成说大家都在排队 然后等着这个快筛记 那但是呢 的确我们现在目前的话一个药局的话 现在目前都是限量的快筛记 那变成很多我们就是民众朋友们 大家买不到 那变成说干等了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那其实市域呢 其实对于这方面的话 第一个是我们的量能的部分 最主要是我们的总量的话 应该要足够 那所以像昨天的话 我们宋伟丽一早 那还有我们其他的我们的同仁 议员同仁们 那大家就有建议说我们这个提一个建议案 就是有关于说我们市政府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尽数的来去采购呢 我们足额的这个快筛记 我觉得这个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的民众朋友们 那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血氧机 血氧机现在目前的这个问题也是蛮大的 那还有就是止痛药 退烧药 那还有其他的医疗物质等药品 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都是我们非常多的民众 大家都会担心的 尤其是家里有这个宝宝有小朋友的这个部分 要时时刻刻的关心呢 我们小宝宝现在的一个状态 那第一个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的话 其实身心灵都是非常的疲惫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的物资的部分的话 应该要足够的来供应给他们 那像市域的话其实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配给的话 主要都是以药局或者是八大通路 然后来去做一个处理这样子 那当然呢我们或到大家可以随满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呢现在又会担心到一个群聚的一个问题 就如同说我们常常会讲到说 万一我的周围有确诊者的情况该怎么办 因为的确就有遇到之前我们在那个其他某某 某药局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那所以呢我们是希望说是否能够用另外一套模式 让大家尽量不要排队 那由我们市政府这边 我们足够的相关的这个疫苗或者是医疗物资 那可以用配给的方式呢 那送到我们无论说确诊者或者是居隔者的家中 我觉得这个的话是最甘心的一个服务 那当然呢也是希望说我们市政府针对这一块 是不是呢可以好好的来去做一个进行跟一个落实 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是 我们会遇到比如说中低收入户 或者是我们的边缘户 或者是独居老人 那对于这一块的话它的需求 它可能它没有办法出来跟大家排队 那这个是不是相对的配给的方面就很重要 而它本身不舒服 那它也没有快塞机 那它一定要买快塞机 那该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帮助它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市政府应该要做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是有关于说我们之前在四月四号 就是清明节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在极乐市这边有流浪者往生 因为我现在可以看到说有蛮多的这个流浪者的朋友们 那其实在这个照护的这方面 或者是这个可能他们群聚的这一方面 或者是抽烟吃檳榔 甚至于说随地大小便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要请我们的 等于说市政府这边要多多的来关注 那也非常的感谢之前的市域在议会有提 那的确我们在极乐市到我们这个卫生局这一段 的确现在目前的这个流浪者的一个情形 是大大的减少了 就我们这边的话也有这个之前的图片 那之前在那个 在在那个极乐市的那个 正好跟医院旁边 跟医院旁边上厕所 那这个这个也是让我们感觉到说 非常的会会担心 会担心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是有关于 我们的这个要感谢我们市政府的事 就是有参考这个市域的意见 就是我们那个国中小就是12岁以下 这在4月份的时候就是4月的话有特别的 那针对这个部分一定要提出来 那就是实体跟远距的这个教学 那现在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杜处长 教育处处长 那在做联系 因为担心我们现在目前的教育场 预来说的话 我们的老师会不会有遇到一些问题 那实际的问题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来做一个解决 那大家来去做一个讨论 那的确我们现在目前是滚动式的在做调整 那步步为营步步营 关关难过关关过 我们现在是希望说 真的是面对到这样一个严峻的疫情 那大家共体时间 一起来努力跟加油 那现在最常遇到的就是 第一个居隔单的问题 那如同刚刚浩瀚所说的 就是线上的系统 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是 专线打不通 那个三个专线 5681啦 那几个 1922完全都打不通 那这个情形的话一定要改善 因为在两个礼拜前 那个新闻有报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有提到 专线要扩充线路 那人力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从安心上工的这一块 听说到六月份 是不是可以从这边来去拉一些人 来帮忙我们卫生单位 处理非专业性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会问很多的个人的讯息 这一方面个人资料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由我们这些 安心上工的朋友们 那一起来帮忙 那现在的话 我们很多的朋友 大家都会挤在急诊室 这几天其实都一直 急诊室都是塞包的状况 那是不是有机会 这个事与也有在议会有提 就是确诊隔离书的这一块 那是不是呢 可以呢把它变成说 我们都有健保快一通 那用这个来去取代我们所谓的确诊的这个诊断书 因为这一块呢其实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尤其是在申请保险的时候 那个很多的朋友大家都遇到的 那所以呢我们呢是希望 在这个疫情期间 那大家一起努力 那万一说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或协助的 那千万不要客气 那我们共体时间一起加油 对真的每一个疫座都是我们的一条专线 30个疫座就有30条专线 其实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寻求协助 他们会帮你们协助到最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过完这一波 那说到这个疫情 其实大家很需要的就是我们的运动 增强免疫力 我们要来深呼吸 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仁爱区的红淡山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郑文婷正义座 他平常的抒压还有健身的方式 其实就是爬山 但是在这一条山坡上 其实有看到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又做了哪些协助呢 我们要请教一座 是 我想红淡山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森林资源 在基隆的话我常常讲 红淡山应该是属于基隆的肺 他的这一个路径 特别要强调红淡山是汽车到不了 机车也几乎到不了的一个山头 那所以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大概在半山腰的时候 就必须要停下来 然后全部都是用徒步的方式去行走 那这一座山呢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的生态特别的一个丰富 像现在五月份你上去看 其实你会看到蛮多的这一个油桶花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红淡山 其实它是因为有红淡花而得其名 那红淡花就会有蜜蜂去采它里面的红淡蜜 所以其实红淡蜜也是红淡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那在这当中呢 其实我们在每天上山的这个过程里面 也会发现红淡山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山庄 那有的山庄当然已经颓废 那没有人在使用 那有些山庄到现在其实一直都还是有人在那边来驻足使用 那你从这些山庄的一镜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 这整座山头应该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这些长辈他们年纪大了 所以他们走不动 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办法上山去再继续去爬山 那这些步道留下来以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其实步道已经有一些破损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在去年呢 就已经用我的这个议员的一个配合款来修建了这个红淡山的一个步道 那在这边 对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破损的状况 那去年我们修建好的那个对照的这个照片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其实整修前跟整修后 其实在使用者的这一个体验上会差很多 因为使用者在过去他们会认为说这个 我们看到镜头的这一个左手边这边其实是旧的一个步道 那右手边是新的 新的步道它的坎比较这个短一点 就是说比较矮一点 所以它走起来是非常的轻松 那可是这一个原本旧的步道呢 它除了破损以外 它的这个高度比较高 所以走起来会比较容易喘 那一些长辈他们就比较不容易去继续去走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我在那边得到非常多这个登山者他们的一个反应 尤其这里面其实礼拜六礼拜天非常多从外地来爬红淡山的这一些山友 他们也有这样子反应 那刚好今天我们录影的当天的早上 我们也又去看另外一条红淡山的一个步道 那也是有这个整修的一个需要 那这个部分其实你如果说以区公所的经费来做的话 其实区公所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修缮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议员的这一个配合款来协助 那在这边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未来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把它纳到公园管理科来管理 让这个经费能够更充分的来抑注到这一些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红淡山在我们的一座建议之下 就是越来越好 欢迎大家就有空就来爬山 呼吸新鲜的空气也培养自己的强壮体力 那说到这一个要带大家来看 其实有一个很好走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很漂亮的正兵色彩屋 但盛兵色彩屋还有和平岛的交通问题 一直是地方民众很大的捆惑 我们要请教浩瀚一座 他是如何来协助民众解决这些问题 是我想对于正兵及和平岛地区的民众来讲 近几年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它是基隆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资源的一个场域 不管是正兵的一个色彩屋 以及我们的和平岛公园 吸引了非常多全国的游客来到这个区域 但是因为这样的对于游客的一个吸引的一个程度 也直接的造成在我们地方交通上面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那其实我从前年开始就一直在议会 一直向市政府来做一个反应 其实每到了假日 尤其在暑假的一个期间 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车辆不断的一个涌入的情形 其实最大的问题不只是造成环境 更重要的是有些时候在做一些 在面对到紧急危难的时间 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消防车辆或者救护车辆 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和平岛及正兵的地区 曾经有一次发生过一个案例 就是一位长者他在护理之间他不舒服 救护车从和平岛从正兵地区要开到和平岛的里面的时候 再从外面出来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如果还好是这位长者他后续身体状况还算良好 但是如果因为塞车的情形 导致了这个长者延误的送医 他可能后续他的一个情形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 所以我们不断地在跟市政府来讨论一件事情 讨论几件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停车空间的部阻 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未来这个区域 到底要不要做交通上面的一个管制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人行空间 其实大量的一个不够 所以在经过这几年的争取 我们好不容易在今年获得一些正面的一个回应 第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的三月的时候 我们顺利地在和一路海产街的后方 我们开辟了一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它可以总共容纳 300多台的一个小客车的一个使用 其实它也不能说直接 但是它间接地也改善了 和平岛停车空间不足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 应该是六月到暑期这段期间 我们可以开始实行所谓的 和平岛的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会现在来讲这个措施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它会分阶段来进行区域的一个交通管制 那在前两个月的过程当中 我也协助在地的里长来发送所谓的和平岛居民的一个通行证 车辆通行证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和平岛居民 它本身就有通行的一个权利 我们应该要保障他们在这一段时间 不管是在家里他们要回到家 甚至他们出去的时候 它能够顺利的一个通行 那接下来下一个阶段 就是这一些没有通行证的这个游客 它在和平岛的 和平岛公园的停车场满了之后 它就开始启动管制的措施 所以在外车它在一旦管制车启动了之后 它是没有办法进到和平岛整个岛内 它只能在外部的停车空间 来做一个停车上面的一个需求 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交通管理的一个模式 我们希望说能够整个改善和平岛 这个未来它是发展成一个观光旅游 重要的一个场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当这些问题 你停车跟所谓的管制措施下去了之后 你才会开始创造人形的一个空间 大家也可以知道和平岛是早期发展的区域 因为它发展得早 所以建筑物盖得非常的密集 其实我们在人走的空间上面 还是非常的一个缺乏 所以透过这样几个模式下来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把整个空间盘整出来 盘整出来之后人再走 我们才会有商业流动的一个机会 这样才可以让和平岛的在地的电价 获得更多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管制来讲的话 我们在今年的暑假会是非常指标性的一个期间 那当然因为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很难去判断说这个人流量 我们能不能满足 但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 其实真的才要让和平岛有一个改善的一个措施跟面向 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在今年度 也非常感谢市政府在我从前年的议会 也大力的在推动一个就是正兵地区的一个停车空间 及人形空间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措施 在今年的一个年初 我们大概的所有的工程已经完整了 所以现在只要大家去到旧渔会 甚至在设财务 大家可以发现说我们走路的空间 怎么变得平坦了 变得顺了 甚至在我们停车空间以前破破坑 以前都是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 很多人就是停完车之后就在那边跌倒 对那其实对于非常多的游客来 他来的第一个印象就很差 因为他下车门打开第一个圈圈 他就跌倒在那裡 对那你来想这样的场域 我们怎么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一个国内的游客 甚至我们国境开放的时候 国外旅客来到这边的一个心态 所以其实在市政府的这个措施下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铺面改善了 那我们的灯光照明现在也改善了 那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讲 他不管晚上来散步 其实他会体验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情怀 那另外一个就是市政府的文化局 也特别邀请了我们一个 纸上旅行及小礼颜料行的这样的艺术家 在我们就与会大楼后方的一个谢鱼棚 那进行了一个谢鱼棚的一个彩绘 这个彩绘的一个主軸就是所谓的透抽的指引 就是希望把藉由这个艺术家的一个画笔 那将基隆的一个意象 尤其在海港的意象 呈现给不管是我们的市民还是我们的国民们 那只要等到接下来 就与会大楼正式的一个开启了之后 大家就可以上到就与会大楼的顶楼 那看到我们整个在这个彩绘的过程当中 呈现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这个就是在我们和平岛 及正宾地区这几年最大的一个改变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在这一今年的暑假 因为这样的一个措施的执行之后 能够来改善 能够来舒缓我们在地民众 现在面临到的困境 是可以看到正宾渔港还有我们的和平岛 在经过地方明代像浩瀚义座 这样争取改善之后会越来越顺畅 那行的顺畅那当然观光就带动了起来 那同样也要需要改善的地方 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新一区 新一区杠子疗走山 那时候二月大雨 所以它那时候走山 但是已经三个月都还没有修复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来看看 杠子疗道路发生崩塌走山后 已经两个多月了 校舟公园旁大笔吐石还没有轻走 让住在社区第一排的住户 直呼无法接受 我是第一户 我们住这很可怕 因为我老公 因为他是英国人 他是外国人 他每次都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政府 那么不关心呢 那吐石游 他每天都在看 他说怎么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进度到底在哪里 他每天一直在问我 那我每次访问的政府 市政府还是说 再进行中 再进行中 但是我最近 因为疫情 不敢去工作 但我在家整天在看 他们都没动作 有共诚专业背景的 刘林长更痛批 金融市政府的灾后 附件作法根本本末导致 八年前我们就认识 他一定会贪风 但结果真的是贪风 那贪风你抢救没有关系 抢救你这个 一定要把这个水保 以前的寒管把它找出来 这个水才能灿通流出来 基础上这样做起来 你在从 在怎么做上面 你的水保一定要从下面往上做 哪有现在 下面都不做 从上面施工 这是完全本末导致的事 金融市议员韩世玉 因此邀及金融市政府公务处 与产业发展处等单位 到现场会看 金融市议员陈宜也出席关心 希望在训期来临时 能加快抢修进度 让居民安心 因为现在五月了 五月的话是我们的防训期 那担心说 特别金融又有比较常下雨的状况 那会担心说这个水 如果含水量过多的状况 那会导致这个土壤 又继续的流失 继续的往下冲 那担心说会冲击到我们附近 冲结一六一项的 这边住户的民宅 特别的话 它是有一个原有的水路 那这个原有的排水设施的话 我们必须要在十天内 那市政府刚刚有承诺 十天内把它找出来 那这样的话 它的既有的排水设施 才能够有效的排水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礼拜内 那将整个的工程的计划进度 那来呢 告知我们所有的方林朋友们 让大家有知的权利 那第三个是刚刚补充的事项 就是有关于说防序期间 那台风或者是雨季 清门大雨的时候 有没有相关的工地的防护措施 以保障呢 我们居民还有周围 邻里大家的安全 第四个就是水土监测 那个有关于说我们的水土保持的监测 的部分的话一定要做 因为防范我们土石流的发生 对史金融市政府公务处方面承诺 将在十天内恢复公园旁 原有的排水设施 并在一周内提供附件工程进度 等资料给当地居民 同时做好相关防汛措施 那教宗公务员的部分 目前之前大概是因为 土方的含水量比较过高 那所以怪手跟相关机具 没有办法进入的部分 那所以目前大概会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把相关的 旧有的含管 在十天内去把它做一个 找寻的动作 那第二个就是 天后比较允许的状况下 我们开始会做土壤的一个搬运 清理的整地的作业 那以利我们后续做 当土设施的作业 真的这里住了蛮多的住户 我们要请教世瑜来跟大家分享 后续的处理问题到底又是怎么样 现在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是 因为杠子疗的 这个走山的情况 已经将近三个月了 那那天的话 其实我们会看的话 那我们的市政府单会的话 也非常的负责 说七天内 那会给我们一个工作的 一个整体的进度 那他今天也有传过来 就是我们的工区的一个 一个 细项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进度表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今天刚好第七天 今天刚好第七天 那所以呢 他今天有赶出来 那给我们 那市域呢也有传给我们 各单位 那包含里长 林长 那还有我们社区的理事长 那以及呢 我们社区的 我们周边的很多的住户朋友们 因为大家都要了解到说 非常的关心 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杠子疗 现在目前抢灾工程的一个进度 那尤其呢 在十天内 他要把这个原有的排水的设施 那把它清理出来 那因为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面向公园的右侧 那所有的排水都往那个地方 侧边排水 那造成呢 我们侧边现在的压力可能过大 那现在也有这个 可能疑似会崩塌的一个情况 那也有请 那天也有请我们的公务单位 那要尽快把这个事情 把它处理好 那避免说会有二次的伤害 那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的整个的工程进度的话 那市政府的话 都有在积极的处理当中 那其实呢 我们民众 那包含我们民意代表 其实最希望的就是说 你在做 但是工程的各方面的进度 要让大家都知道 那常常变成说 您做但是工程的进度 大家都完全都不知道 那甚至于说 可能市政府 或者是厂商 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 在地的人都可以帮忙来协助 看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排除 那的确 我们这个信义区 因为有部分的话是 高地地区 那常常的话 山坡地 那会遇到一些 可能有天然的灾害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呢 也有建议我们市政府 那针对呢 我们山坡地的 这个监控 防治这个部分的话 一定要来去落实 因为呢 我们不希望说发生 再一次的憾事 尤其这一次的话是 还好 那没有人 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伤亡发生 那这个是我们比较可以庆幸的 但是呢 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 做完全 就是要安全嘛 说到安全 又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市区交通 因为爱三路塞车问题是很严重 每到假日 我们要请教文婷 其实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是 我想爱三路塞车的问题 这个在现在疫情期间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感觉到 但是在夏天 尤其是每逢假日 必塞车 这个从中四路这边 一直到这个人五路 甚至要左转爱三路 这样的一个动线上面 常常要等三四个红绿灯 才有办法弯得过去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塞车状况 我们就跟这个交通队 还有这个警察局这边来跟他们沟通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异交同仁 他们在假日的时候都会特别出勤 在这个路口这边来维持交通秩序 那同时因为我们一左转 就会转到爱三路之后 马上面临的就是这个仁爱市场 不爱大楼的这个地下停车场 所以很多车子其实就会 就会在那边排队 等着要去停车 那假日的话这个地方 其实又停车的这个密度又比较高 所以常常有些车子已经排到 这一个爱二路这边的路口了 可是还不晓得说前面其实停车场已经满了 所以后来其实交通队跟这个易交大队 他们都会在现场去做一些车流的控管 就是说你车子可能只能排个三台或五台 那超过的它就可能会导引让车子赶快先移动到其他的一个地方去 才不会在那个路口造成一个打劫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部分我想因为这样的一个疏导措施 也让这个塞车得到一个缓解 那倒是说我们可以回过来看这个卡玛丁这一边 因为现在这个中山中二桥正在改建 那所以其实原本塞车的这个路段 就会跑到这个孝二路这边 因为这个爱一路这边 其实车子都只能往海洋广场这边去移动 那最近因为这个中山桥它的这个桥面已经把它拆开来 所以昔日我们所讲的这个旭川河 大家都看得到这一个地方 那它的石波坎也就重现在大家的眼前 那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说 原来以前我们在讲卡玛丁 所谓的卡玛到底是谁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波坎 那当时有引起很多这一个 文化界的这一个朋友们 他们希望就说这个石波坎应该要如何来保留 那不能被破坏 那所以我们也办了一个会刊去现场看过 那现在大家在从画面上看到的 这就是未来桥面要搭在这个钢架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石波坎是没有被破坏到 就是说它是搭在这个石波坎的上面 所以它并没有被破坏 所以我们当时会刊的时候是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桥面是不是可以保留一个空间 来用玻璃的方式透视可以看得到这个石波坎 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卡玛丁 尤其是50年代之后出生的基隆人 其实对卡玛丁大概只有文字上的一个理解 没有感情上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知道那个地方叫卡玛丁 但是为什么叫卡玛丁 还有它很真实的那个以前的这个渔船进来 怎么样把渔货搬到这个卡玛丁馆 然后上去贩售 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它是没有感觉 都是听到的 但是因为这个中山桥打开以后 大家重建了这个石波坎 对于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其实大家都感受到心里面 所以大家对这样的一个石波坎 跟那样的历史记忆 其实就可以串联起来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的一个记忆 也是基隆人共同的历史生活记忆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可以在这一个桥面的铺设的过程里面 能够保留一个空间 让以后大家可以透过这一个剥离的方式 来还是可以看到这一个石波坎 那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不会像现在 大家原本只是只有这个文字上的一个感受 大家会对这个东西 会有直接的情感上的一个连结 那我想这个对于基隆的历史文化 还有这个卡玛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会有更深刻的一个体验 那其实讲到这个 我们就要回过来去看 就是说 其实市区的道路 我们刚刚讲的 从中四路 人五路 一直到这一个接过去的这一个南农路 这一整条路这样过去 其实大家就可以发现说 这其实以前我们的旧省道 那在这一个时代的变迁之后 其实这个地方显得有一点拥挤 那我们也看到市政府也发现南农路的这一个必须要再做一些整理 所以其实市政府有跟中央争取的经费要来做这一个南农路的一个道路的优化的一个计划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个上智国小 他们因为学生人数不够 所以他们废校之后 很多学生跑到了这个南农国小来就读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动线上 从山坑这边大家走人行的这一个路桥 然后过马路到对面来上学的这一个通学步道上 能够做一个改善 因为其实有一些还是有坑坑洞洞的 那小学生在经过的时候 其实难免不注意的话会跌倒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有请驱空所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协助 来改善这一个通学步道的一个空间 是真的就是要落实人行空间的改造 一把路还归于人 而说到这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中正区 以漫步大沙湾为例 我们的浩瀚异作其实费了很大的情思 在争取这一块 快来听听 谢谢主持人 那我想针对于大沙湾的一个部分 就是大家俗称的一个安兰桥 大家可以知道说 在这两年当中 透过大基隆历史场景的这个整合的一个计划 我们在大沙湾地区 包含了消关宿舍、礼宅以及法国公墓 这个周边的一个区域 还有旧的基隆市公车处 我们把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空间有效的一个整合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大沙湾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园区 但是对于历史园区来讲的话 我们接下来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用人形的这一件事情 因为你在历史园区里面也不可能用开车的方式去到达那个区域了之后 你才下车去看 最主要是我们要把这些地方能够有效的串联的时候 就是要用人来走 所以其实在这一两年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不断地向这种式的独发处跟文化局来争取 这些的点位一旦修复完人的时候 我们要用一个合适的一个人形空间来做有效的一个串联 所以在市政府在近期 我们在上一次的工程当中 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中镇区行政大楼对方 对面的这个宿舍群的一个人形的步道的一个完善 但是对于接下来我们要连接到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祥峰街的要塞寺英部 这一段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旦从中镇区行政大楼 要找到要塞寺英部的这段过程当中 其实人形的步道的空间非常的狭小 大概有些的地方只有50公分 甚至要走到一个区域的时候 还会被电线杆所遮蔽 所以人还要闪过电线杆 在人行道上在人行道上要闪过电线杆 所以这一件事情对于一个我们要讲的人本交通 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所以从去年开始 我们不断地跟独发处来提说 我们要怎么样来设计 这个连接的人本交通问题 那我们在去年其实也完成了基本的设计 我们也与台电与自来水公司来协调好 我们设计一个整个电感下地了之后 我们的一个空间 我们的电箱该如何做一个配置 那如何活化周边刚好有效的一个 限制的一个空间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 我们设计完了之后才发现说 其实在中央盛取经费的过程当中 其实非常的一个艰辛 但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在日前 就是在前几天 我们的基隆市政府公务处 来协助帮我们的这些的计划 送到内政部营建署 那营建署其实也之后看到这样的计划之后 也大力支持我们推动人本交通的一个决心 所以基隆总共通过了八个案 总共3.01亿的这样的一个预算 来改善我们基隆的一个人本的一个环境 那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 就是刚才我所提的 就是中正区行政大楼 到亚塞司令部的这个人本环境的一个改善的计划 不然另外我们刚才郑文廷议员所提到 南龙路的这个计划 其实也在这一次中央的一个补助范围内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空间一旦创造出来之后 不管是对于周边居民 他在出路上面 他在行走上面 或者是说对于外地的这一些的游客 来到基隆 在参观这些历史文化的一个场域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更安全 更舒适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来做行走 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今天 我以台湾比较邻近的国家 日本来讲 我们假设今天去了京都 我们到了非常多历史古迹的一个空间 最主要我们都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是用走路散步的模式 去观赏这些的一个区域 那相较之下 我们在基隆同样也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才会以一个漫步大沙湾 来作为这一次 这一个我们所谈的一个话题的一个主軸 那除了大沙湾完毕了之后 其实在大沙湾附近 更相邻的就是所谓的二沙湾 那二沙湾其实也是我们国定的一个谷籍 那其实在海门天险的区域 我们有一个步行的廊道 其实是往我们二沙湾炮台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导致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通廊的一个步道 其实破损了相当的一个严重 那所以我们也其实 我们也想办法跟都发处 测游这样新的一个思考的模式 就是我们如何把法国公墓 以及旁边的民族英雄墓碑 跟我们二沙湾炮台能够做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着手进行的 就是我们把这些通廊的部分 能够做一个更有效的一个串联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是说 未来我们在市区 我们做在希望之秋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树梯 基隆塔的树梯 坐上去了之后 我们到达中正公园 走到二沙湾 就可以从二沙湾上面顺下来 走到我们的大沙湾的一个历史文化园区 这个其实就是整个基隆 在做所谓的历史文化环境的一个 最有效的一个串联的一个模式 是 真的这样走下来 真的让人家觉得基隆又真的不一样 因为有了历史文化的存在 最后两分钟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市域 在防汛期前 这个新医区的高地供水问题 其实市域争取了很久 而且还有在排水以及改善缺水的方面的措施 你有怎么做呢 像之前的话就是争取到了我们 地井江山的三千六百吨的配水池 那当然这个也是一段时间 也感谢我们前辈们 大家的一同的争取 那所以后来的话呢 现在的话也在去年度 也顺利的已经完工了 那当然另外的话 我们会讲到说就是高地供水的部分 就是呢我们的 常常会遇到就是水压不足 水压不足 那水压不足的情况的话 常常都会有很多的社区啊 大家没有水可用 比如说我们丽井江山啊 比较高的地方 G区啊 H区啊 那或者是呢 有些比如说东风街啊 浮明街啊这一带 那所以呢 市域的话就一直在争取 好现在呢是争取在全国加油站旁边呢 那设置呢 我们的一个大型的配水池跟加压站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水公司 以及市政府的积极参与 那让我们呢 现在目前的话在规划设计当中 那四月的话是有参与到 我们的用地的部分的这个协调 那现在都有往这个正向的发展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三海关条河街 我们那边的一个加压站的部分 那也感谢我们衣会同仁 那大家呢一起来努力 那让我们的供水能够无余 那另外呢 我刚刚讲到就是我们漫步大塞澳湾 那其实我们也有漫步填寮河 但是问题是呢 现在的填寮河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如同我们防序期间 也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就是呢 我们填寮河的这个周边 那它这个买管 那买管的话是在我们水面上 那的确如果说下雨天的话 我们的水量是比较大的话 这个的确是会有淹水的情况发生 那也感谢我们的这个市政府单位 那经过呢 我们当地的里长 以及呢市域的反应 那立即呢有在近期内要召开说明会 那希望呢往这个降埋的方向去走 那的确我们知道 我们旁边有一个净水场 在呢我们加油站的隔壁 但是呢我们的净水场的周边 其实环境呢 也是希望呢 未来在第二期的这个工程当中呢 可以让我们整个田辽河畔 尤其是鼠桥虎桥牛桥 这附近一步一步的把它变得更完善 然后呢更亲近那个我们人民 我们民众大家呢真的可以漫游田辽河 那其实田辽河也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在运动 所以相对的这个环境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越好 对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一座 带大家来关心我们基隆倾听地方的声音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感谢三位 也谢谢电视机的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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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